这条女人保持这个造型已经几个小时了 更奇葩的是 她竟然是一个孕妇 原来这是一个瑜伽班 专门将那些代产的孕妇练习禅试瑜伽 消防员赶紧替她检查了一下胎儿的情况 好在胎儿的生命体征正常 就在消防员准备把她翻过来的时候 另一边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黑妹说自己可能马上要生了 队长立马让她喝点水压压精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孕妇的羊水突然破了 懵逼的队员瞬间一脸懵逼 孕妇告诉她们不用慌 自己已经生过八个仔了 给她准备一条毛巾就行了 就在几个大男人手忙脚乱的时候 又一个短发孕妇开始嚎叫起来 这是什么好日子啊 居然生娃也要一起组团 瑜伽店的老板赶紧解释到 今天是月圆之夜 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更容易催生 眼看着黑妹马上就要生了 队长赶紧扮演起了接生婆的角色 队长果然还是队长 护一会的公子 第一个宝宝就成功出生了 另一边生过八个仔的孕妇 也成功产下了婴儿 但是短发孕妇就没那么幸运了 由于她的身材矮小 怀的又是一个大头儿子 很难顺利地完成顺产 于是救援队赶紧把她送进了医院 就在他们还在忙碌的时候 接线中心却接到了一通奇怪的报警电话 报警中心突然接到一通 来自外太空的报警电话 原来男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袭击 空间站的同事已经全部领了合饭 男人本想向指挥中心汇报 但是信号受到干扰意外 打到了报警中心 接线员尝试帮她转接过去 但是因为指挥中心线路的问题 始终转接不过去 眼看着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男人立马请求接线员 帮她联系了自己的妻子 她告诉妻子 所有保险和银行的信息都在电脑里 妻子一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听到电话声音的女儿也跑过来 我批试你会做什么妈妈说 我会一直给她一招 当她需要帮助 我批试 我批试 看出窗户 然后吹在天空 妈妈 你不能看你 我能看你 我希望你 我一定要知道 我会一直在这边 看你 好吗 是 爸爸 我吹在 我吹在 你吹在 在听到女儿甜美的笑声之后 男人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永远留在了太空之中 紧接着又有一个事件发生了 从没见过如此可怕的野兽 不仅拥有一对锋利的鸡脚 体重更是高达20多吨 死在她手里的斗牛是数不胜数 更可怕的是 不能让她看到绿色 否则瞬间就会变脸 然而就在这时 居然有人启动汽车直接开了火 汽车的颜色瞬间让公牛兴奋起来 二话不说就冲刺了过去 直接将汽车干翻了过去 吃瓜群众被吓得立马在评论区狂发狗头保护 年纪轻轻的大爷刚想跑路 却直接和公牛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就连看热闹的吃瓜群众都被撞得人养马翻 不到三个小时 救援队就赶到了现场 现场一片狼藉 但是公牛早已失去了踪影 救援队赶紧拿出几把小小的大斧头防身 仅仅找了20多公里 他们就发现了那头暴躁的公牛 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 此时的牛头恰好卡在了卡车里 看着如此健壮的身材 队员们开始盘算着是红烧还是清蒸了 他们先给公牛打了一针镇静剂 接着队长开始去安抚公牛 队员们趁机用钳子剪断了车梁 随后给他套上绳子牵出来交给了专业人士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等下班 然后找个大一点的饭店享受全牛宴了 故事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心心记得点笑 我们下期再见